金價在2,500多元的位置要穩定 如果你說美元下跌,對金價都是有利的 大問題就是你和你的息口下跌都是對金價有利的 但是問題就是金價上升或者金價下跌 其實和黃金相關股,譬如紫金這些 是有部分的關聯性,但就不完全會跟著 好像近期金價在2,500美金附近 但是你見紫金這些由高位逐級都是向下 而它每次反彈上去都反彈不到之前的位置 但是金價反彈每次反彈上去都去到2,500上 所以這個正正反彈金價是其一 第二,最主要就是看紫金,它除了金之外也有些同業務 第三,就要看究竟他們開採成本和在內地的需求是怎樣 所以各樣因素之下,其實金股就不要單純在金價走勢去買 如果你看股價走勢方面和我剛才說的幾個因素 似乎暫時都不是急於入數字 因為你昨天這樣跌口下來,雖然成家就不多 但是問題是你這樣跌口下來,又穿之前的低位 我覺得應該就可以看定一點點了 可能最低限度都要補回之前的一個小小的利口位 為什麼我覺得10多元的位置是否收到呢? 都要先觀望一下,不急買主 我覺得這隻就好一點,2,400 它就真是純粹和金價是很緊貼的 你看它的走勢都是一樣 比如說受那個什麼成本 或者自己本身的產能那方面 其實是因為完全是金力,黃金的相關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看好黃金的價格走勢 反而我覺得2840的風險相對小一點,直播率高一點 但是事實上你看到黃金去到這個位置 那就要計算了 究竟金價是不是還有一個上升的空間呢? 其實這些位置真的是高的 所以如果你說就算你駁過黃金價格再升也好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去參與 就不適合大儲 小儲的話我覺得就無駁過 還有如果你真的想著駁過金價升 那買這個ETF就好過去選個個股 由股的勢就是弱了 但是當然現在最主要就是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會增產 至於你說地緣政治的因素 之前都反映了很大程度 除非現在你又真的有些什麼惡化 但是現在反而反而轉 就是希望真是可以談判 慢慢那個局勢可以有些改善或者緩和 所以我想油價短期說 如果真是他們的增產的幅度大 那油價仍然有個壓力在 但是我覺得油價其實現在你說 除了說看那個價格之外 那當然啦 之前如果說買這些股份 部分原因都是在說收息而已 如果你說 如果想著收息的 跌到這個位置 我就建議大家可以繼續拿著 但是你說如果沒有貨的話 那這些位置似乎 從形勢上就不像之前那陣子 之前那陣子路上升上去 例如你就是霸三 尤其是市中海陰 那大家看那個小開始都是慢慢向下 所以我想就不急買住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